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来继续学习RX9 这个系列的音频修复软件 这期我们讲一个频率的一个补充剂 什么意思呢 就是类似于一种破旧麦克风的一个旧型 就是好的麦克风和坏的麦克风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主要的区别就是耳朵非常直观的 或者眼睛看中频谱非常直观的 就是因为频率的完整度 一般的好的麦克风的话 它的识别范围在20到2万赫兹 它都能够把它录进去 但是有一些比较低端的麦克风 它就不会那么的完整 可能它15000啊 12000以上 它就录不进去了 或者再低的一些低频 它录不进去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插尖 来去弥补一下 它只是一个通过算法的方式去填充 并不是说它能够拯救 让你的100块钱的麦克风变成1万块钱的麦克风 它是不可能做到的 它只能说是在频率当中做一些补充 然后怎么去使用呢 我们先来听一个这个人声 你也不知道哪里缺对吧 你就选一下 选择一个范围 然后呢 点击这个Spectral Recovery 修复点开 这边它会自己去算 我们可以点的 它算了 这个缺评还比较严重 当然这个算法也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很准 你可以通过自己手动的方式去调 比如说我觉得它就在这个地方 13000赫兹左右 好像比较少 我们可以弥补一下 这个勾大家一定要打上 类似于这种补丁 告诉你我们要填充这一块 这个Amount就是你填补这个频率的完整度 你把它打得最大 它尽量就给你把它多填补一下 把它填满 基本上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填满 就多多少少有一些就行了 然后下面这个推子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基本上补充的都是高频比较多一些 所以在补充高频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那种刺耳的声音 而类似于齿音 因为它给你填充进去了 本来高频没有 它给你往高频里面硬塞 这种高频的这种声音进去 所以你要做一个平衡 这个是往这边就是撕声多一点 往这边就是撕声少一些 这就根据你填充完以后 你觉得哪些地方有些过了 你再通过这个东西调整 下面就是Smooth了 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比较玄学一些了 听是听不出太大的区别的 我建议大家的话就是少加一点点了 假设这一切你已经调好了 我就针对这一段 我们把这个放大一些 就针对这一段 然后我们点击Random 它就算好了 当然我们这边的这个人声 它这个缺屏不会那么明显 所以它补充了一点点 感觉还好吧 如果你的麦克风是真的很烂 录的时候上面都是黑的 上面基本上没有 你通过这个方式的话 能够明显的看出一些区别 这个效果性还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插件 好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